假如你想让一张照片变得像真人一样开口说话 或者是说创造一个假的自己 那并且会说话 那比如说像这样 像刚刚这样的画面完全就是AI生成的 当然你的照片越真实 那么你呈现出的效果也是越真实的 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 如何做出一部这样的影片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做一部影片的话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需要一个文案 那么这个文案的话 我们之后可以利用一个拆的GDP 来进一个实现 那么之前的影片也说过了 我们如何用拆的GDP 并且来结合检印如何做出一部影片 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上部影片 我们只需要给拆的GDP说 我们想要用什么软件 或者是什么方面的内容 那么它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内容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科技影片 它这边就会给我一个简介 因为我只说了一个大概方向是科技的 那如果说我在后面加上苹果的话 它就会跟苹果相关的内容就会出来 所以我们描写的越详细 它就会跟我说的越详细 那么您问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呢我就不够的讲了 因为之前有说过 那么现在我们文案已经知道如何进一个创作了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人物 就比如说像刚刚这样的人物 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去进一个寻找 当然这边网上的话不太推荐 因为像这种人物的话 它都是有一个版权的 这边都是一个真人的 如果说我们不小心使用这些图片的话 你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侵权的行为 所以说一般是不要这样做 那么我也不提倡大家这样去做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之前讲的一个 最简单AI绘画 这边都是我进一个生成的 因为呢这边是根据我们自己写的关键词来进行生成的 所以说这是一张独一无二的照片 那如果说你不会使用这个Metal Johnny这个来源绘画 你可以继续查看一下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相关的影片 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来生成一张 我们出一个指令斜-IM 然后找到第一个指令 我们就来生成一个关键词 让它给我们生成一个新的照片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见 已经在逐渐进行的生成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已经来到31% 目前来到62% 它的一个画面也是逐渐的变得清晰起来 现在来到93% 马上进一个完成了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么这四张图片 就是根据我们的关键词来进行生成的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张照片 来作为一个影片测试 我们选择这边第一张照片的话 我们就选择下面对应的U11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张照片生成出来 那么生成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到桌面上 那么现在我们的人物有了 以及文案也有了 我们要如何才能把它结合起来呢 那么我们就要来到这个网站 DID 首先呢我们需要去注册 我们点击下面的一个客人这边 然后选择一个登录和注册 来到这一步 我们就选择后面的一个登记按钮 这边上我们填名字 我们就随便填写 然后下面呢就填上我们的邮箱 这边填上密码就可以了 接着点击下面的go 卷着一个登记 然后我们去到我们邮箱里面验证就可以了 那么当我们成功注册之后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创建视频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 它有非常多的人物可以跟我们选择 它这边的人物呢 都是跟真人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同时还可以在后面 进一个选择生成AI扮演者 那么这个位置就跟我们的AI绘画差不多 我们输一个关键词 它就会自动根据我们关键词 去生成一个AI图像 那么生成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就像下面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但这个效果呢 是没有我们之前使用到好的 那么同时它是支持一个上传的 我们选择第一个 然后点击这边的加号 那么上面给你提供了一个 优化结果的照片要求 也就是一个上传要求 那第一个呢 就是要求一个正面 以及拥有了一个面部表情 和嘴巴是闭着的 以及它的一个图像尺寸大小 那么画面也是要求非常清晰才可以 那么大小的最大是支持一个10MB 同时呢 面部也是不能进个遮挡的 我们这边就随便上传一个 我这边找了四张照片 我们首先来选择第一张照片 选择这样的一个女性 打开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上传的这张照片 是一个正面的脸 然后轮廓也是非常清晰 跟它要求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接着我们可以在右边 来进行个选择了 比如说输入一个文本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首先我们需要去选择一下 语言选择 在这里面呢 支持非常多的语言 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 那么其中中文呢 就包括非常多的中文 比如说一个奥语 以及基本普通话 还有一个东北普通话 或者是台湾的普通话 还有荷兰的 甚至还有陕西的 那么我们这边就选择一个中文普通话简体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声音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 这边呢 我就随便进行个默认了 在下面呢 上次还有一个风格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个选择 那么这里呢 我也进行个默认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去进行个输出文本了 那么这边呢 我自己写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猎奇 我叫丹尼 从今天开始 这里更新 关于AI方面的知识 以及科技方面的资讯 请大家多多的关照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 好的 我们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就点击右上角的一个生存视频 我们点击看一下 好 点击之后 它就会弹出个选项 生存此视频需要两个学分 因为呢 我们新度的账号 它是有送学分的 所以说我们不用去管它 视频长度是在17秒钟 这边视频的名称的话 我是没有进行更改的 名称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进行更改 那么我们点击后面的生存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们正在进行生存你的视频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那么现在已经是生存完成 我们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猎奇 我叫丹尼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在这里更新关于 AI方面的知识 以及科技方面的资讯 请大家多多的关照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支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科技猎奇的的小编 我叫帅气哥 我们会在这里更新科技方面的资讯 和最新的AI方面的知识 请大家多多关照 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Hello everyone I am the edit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iosity My name is Handsome Guy We will update the in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e And the latest AI knowledge Please take care of i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aspect Remember to like and follow Bye Hello everyone I am the edit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iosity My name is Handsome Guy We will update the in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e And the latest AI knowledge Please take care of i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aspect Remember to like and follow Bye Hello大家好 我是科技猎奇的的小编 我叫启强 我们会在这里更新科技方面的资讯 和最新的AI方面的知识 请大家多多关照 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不知道你们看完了 这有什么样的感想 那么总体来说 效果还是可以的 目前这三个人物 那么后续用的人多了之后 他肯定会进行调整 那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好 那么现在这三个呢 是我自己上传的图片 当然我们还可以试一下他自己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演示 看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Hello大家好 我是科技猎奇的的小编 我叫小编 我们会在这里更新科技方面的资讯 和最新的AI方面的知识 请大家多多关照 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讲 他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可以的 但是这个平台 他一个收费太贵了 不太适合我们所有操作者 当然了我们可以免费来体验一下 或许了再不觉得将来 有更多的这样的平台 那么甚至有更多免费的 给我们进行个体验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会在这里更新 更多关于AI方面的知识 以及科技方面的资讯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